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这个《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1日第1119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了解丽辛林建岳家族 在我们这个节目未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赞个赞 分享我这条片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那就最好了 我们说回昨天 昨天一共有时间就出了两条片 第一条片就是说我们香港的楼市 要继续砍价才可以出货 其中就是这个碧桂园在香港的蚊型楼盘 他也等不到这么久了 所以最终都是要砍价 但是砍价是不是代表卖得好成绩呢 那就未必 而且在我这个观众的群组里面 也有人说 九龙城都要买到16,000至20,000尺的话 现在来看似乎贵了很多 如果买了之后 船船的成份应该就大很多了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那些蚊型楼 那些所谓的纳米楼 现在开始见真仗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 比较大一点的楼宇 他们的价钱也很便宜了 那就不需要再逼逼买买买的 那些百多二百尺 都不是人住的地方 好了 另一个片就是这个B杂 B杂就是说要进军这个美股 因为这个美股已经进入一个疯狂的世界 你说你就说它疯狂而已 那些人依然还是这么看好它的 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芯片股实在太厉害了 因为我今天再看报纸 也是这样说 它说芯片实在太好生意了 未来的日子 起码这一两年里面 都是这个AI 那两年之后不会是AI吗 不是啊 两年之后可能就会是AI再加上量子电脑 那这个情况会令到芯片就更加更加热切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那边的经济 或者股市会热得这么紧要 但是也是那句 要奉劝大家小心一点 其中一间我们之前都说过的 叫做NVIDIA 这个NVIDIA我要告诉大家 就要让大家知道 到底这一间公司的股价又升得多么夸张 听清楚了 譬如在这个2019年底 你当它是2020年初 当时股价是59元一股 后来去到2021年的7月左右 一股就拆小变成4股 所以拆了之后 现在每股就是594个多 你当它是595元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在这个2020年初的时候 用5900元美金 去买了这一间公司 100股的话 那到现在呢 就已经升到23万8千元了 你又多厉害呢 升了多少倍 40倍左右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要发达 真的被你博中一只 那就搞定了 现在呢 美国股市就轻巧合了 不过有些股价 就可能比较低沉一点 就是这个Tesla 所以我一直都在看这个Tesla 可不可以买到它的股票 我试过打207元都买不到 不过不要紧 人家升它还要跌的话 似乎这一间公司 最近都可能有些阻滞 有阻滞的话 我当然宁愿便宜价钱买了 其实我已经买了 买了第一注的了 217元买入的 想着这次是第二注 不过就还没买到 越便宜越好 当然 好了 另一方面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材呢 记不记得 在这个第1117集的时候 我们就说 有很多小型 中型的地产商呢 他们可能呢 会有经济上的问题 或者有财务上的问题 那么其中一间呢 就叫做 荔新发展 那么当时间轻轻地带过了 那今天呢 反正是星期日 也都是没有什么 特别大件事的事情 不如呢 说一下这些恩怨情仇啊 或者这些家族史啊 应该有很多人看的啊 那根据过往经验 我说的新世界 没问题了 说的行基的家族 也都没问题了 那么今天这个呢 当然就不可以 和这两个家族比较 但是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他公司 小小的 那公司小小的 里面的资产呢 非常丰富的 加上整个集团 数以百亿计的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荔新集团 临时家族了 最近的市面不好嘛 那些人都说那些中小企 地产商呢 可能有财务上的困难 要量水 那其中一间呢 被人点名 说得多些的呢 就是这个荔新集团 也有关系的 不过呢 我现在呢 想倒数回去呢 2021年的8月份 有一个新闻呢 大家不知有没有听过 或者不知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说这个林建岳旗下的荔新系 透过这个荔新发展488 这个编号呢 就发行一支新股 那为什么要发行新股呢 发行新股呢 马上再来一个两股 攻一股的公股行动 话说就是这样的 集资大概是16亿元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话说有一间的基金公司 管理基金公司 叫做阿佳老佳的管理公司 那他的创办人呢 其实就是我们都熟悉的 就是韦里集团 以前的其中一个股东来的 就是叶韦怡 那他呢 就说我们这个基金 看好这个荔新发展 旗下的资产的价值 例如他们有什么 长沙环广场啊 铜锣湾广场议奇啊 伦敦市中心物业等等啊 他说这间公司呢 那个折让啊 资产折让真的非常大的 形容的是什么呢 是以一元的东西 卖10元的资产回来 所以他们就觉得值得买 那其实值不值得买呢 转头听完之后呢 你就知道呢 其实都是买了东西的 所以这间阿佳老佳的基金公司呢 他说我们入股了之后呢 我们会长期入股的 就是不是说赚到钱就走的 而且呢 二公一的话呢 一样照公这样说 好了 当时呢 黎生呢 就卖了六千七百几万股给他 新股来的 那么占发行股份呢 就是新股之后呢 就大概占一成了 另外呢 认购价呢 就是6.95元一股 6.95元一股 那就是代价呢 大概是四亿七千万左右 那么呢 四亿七千万呢 就是这个基金给的了 另外呢 林建岳随即呢 就搞定什么呢 就是要公股 公股呢 也是二公一啦 那么当时的公股价呢 是比当时的股价呢 就斩了一半 那样的了 所以呢 三个多元钱呢 就可以公的了 那些人都照公的啊 听说呢 又集资了十一亿多了 所以加上四亿多 加上十一亿多呢 加上呢 就是有十六亿左右了 那么这次公股来做些什么呢 他说一半就是拿来还债的 另一半呢 就是拿来做一个营运的资金 那么其实当时来说呢 又要还债啦 又要做营运资金啦 兼且呢 就可以令到呢 一些想追击他的公司呢 都是没有人行的 那么咦 有人会追击他吗 有的 那有一家公司呢 应该是没有上市的 就叫做亦经 那他的老板呢 就是阿余生 那他呢 不知为什么呢 突然间呢 可以在这个 立新发展里面的股权呢 就拿着呢 是超过25% 哇 这样就能威胁到 这个林先生 林建岳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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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出名的只有这两个子女 大儿子就是林建明 不过他在几年前都挂了 当时就84岁 这个消息也是在两年前的2021年左右 当时林建明就因为患癌症病逝 享年就84岁 他其实分到的东西就不是多 现在看上去似乎恶如淑 编号122号由他做主席兼行政总裁 所以就给了他 其余那些不是归他的 林建明出生在1937年 其实林建岳虽然是他的弟弟 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年纪差20岁 因为林建岳是1957年才出生 但也没所谓 都是他两兄弟 只不过是弟弟 岳少就分多些 大佬就分少些 那也没办法 岳少始终都可能比大少 应该值得顺耐多些 不过不要小看岳虞述 虽然岳虞述现在 只剩了一股 现在整间公司市值炒了一碟 大概接近两亿元 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状况 因为岳虞述的资产其实都丰富 如果算正来看 这间公司的每股资产正值 计算的话 其实这间公司的市值应该值 大概14亿至15亿元 最后 都够了 大少他是不是很大小 如果有十多亿元在握手的话 都应该可以的 只不过 大的那份身家就不到他理了 其实由林伯打回来的江山 其实都不小 你看看整个荔薪系 他的公司的业务都非常多 在香港我最近看过他的年报 加加买卖也有四五千人 是跟他搵吃的 所以这间公司都算是一个大企业 当然如果是上市公司来说 他又不算是什么 与其说岳少就是聪明的话 倒不如说他脚头好 听说自从他出生之后 林伯的生意就一直向上升 越扯 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 林伯可能就是信风水 也信命运 觉得这个儿子行 大欠我赚很多钱 所以就特别疼他 当然林伯都好像其他的 富一代那样 就是想做到差不多了 要退休了 退休当然就是将盘生意交下去 给第二代去打理 据说有一次 就是当时的岳少 摸顶买了贵货 那怎样说法呢 大家听清楚了 话说这个事件 要数到二十多年前 就是1997年 当时的楼市的高峰期 是高到不得了的 但是例展的执行董事 就是岳少 他就决定 就动用69亿元 就买入了这个中环的一个叫 富丽华酒店 然后重建 结果呢 一买入之后 没多久 接着就这个金融风暴 那金融风暴呢 之后呢 那个楼价呢 是很明显地呢 是向下跌了下来的 所以令到呢 这个 例展在这个 1999年呢 竞蝕了68亿元 啊 我还记得1999年呢 李嘉诚呢 就是卖了一只橙出去 赚了一千亿元 一来一回 你想想差多远 是不是 所以呢 令到这一间公司呢 就成为 即是黎新这一间 这个集团 成为呢 当时来说的上市呢 是亏损最多的 其中一间公司之一来的 那负责呢 是过百亿的 而且呢 这个利息呢 是数以亿计的 就是每年啊 所以呢 就阿林伯就很生气咯 那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那听清楚了 听说这一次呢 呢 阿岳少呢 买入了这个 酒店的时候呢 是没有说了给阿林伯知道的 林伯要第二天呢 看报纸的时候呢 才知道呢 原来自己的儿子呢 收购了别人的公司呢 哇 吓了一跳 那当然是吵起上来的啦 两父子 吵起上来的时候呢 当时呢 阿林伯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和他计过一条数的啦 那这个黎新呢 没买这个酒店之前呢 就已经欠了整七十四亿元的了 都已经负担不轻的了 后来呢 买了这一间酒店之后呢 一跳就跳到欠人 欠人了整百多亿 他说百多亿 你知道吗 每年啊 只要给的利息啊 已经高达呢 是百亿元的了 他说 蝕都蝕死啦 不要说赚钱啊 这样说 那其后 阿林伯就要出回来啦 那出回来做些什么呢 不断卖资产啊 大又好 小又好 总之卖得出的都照卖出去啦 那当然当然便宜地卖给人啦 包括了这个加拿大的酒店啦 大华酒店啦 国际气院啦 以至这个新文化中心啊 等等的东西呢 都卖得的都卖 那套远了三十几亿回来呢 那才叫做渡过难关的 那虽然两子爷就可能 都是两子爷啦 不知道怎么会有隔野兽啊 最终呢 那麽白瓜的时候呢 都是将大部分的 黎珊系的所有的资产 都是交给阿岳少去打你的 只不过呢 这些是很典型的 第二代呢 通常都会这样的 第一代打江山 第二代呢 通常都会撞板的 哎呀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呢 李嘉诚没有在六十多岁退休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六十多岁退休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阿杂巨哥呢 他还是很年轻嘛 分分钟好像阿岳少那样 所以李嘉诚不省咯 熬都熬到九十岁 到时呢 看阿杂巨哥呢 已经去到接近六十岁了 没了火了嘛 所以就不会乱离了 所以说呢 有经验的人呢 将些资产给下一代的时候呢 经验都应该要特别丰富一点的 说了这么久都没有说 这个黎珊系呢 到底是发展成什么呢 现在呢 现在呢 才是气玉 大家听清楚了 好过瘾的 话说呢 这个黎珊国际呢 才是没有公司来的 但是这间公司呢 其实你看这个股价 都不是很标青的 七毫三指一股而已 整间公司炒了一叠呢 只得了六点四五亿元而已 那你说这间公司 怎么会是八亿富豪啊 千万不要这么想 其实这间公司呢 每股资产净值呢 是超过二十元的 不过现在呢 七毫三指就拥有了 所以如果你敢下答的话呢 你都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富豪啊 不过想过先啦 所以我和他计算过数 如果用资产净值去计算的话呢 其实这个黎珊国际呢 是值183亿元的 就不是这里写的 大概是6.5亿元左右 这个数呢实在太小了 但是 但是 刚才我说过了 这间黎珊国际呢 除了岳少是大股东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呢 就是亦经的老板嘛 啊卓先生 啊 不是啊余先生嘛 那这个余先生呢 他都抓住了21%的哦 所以呢 这个呢 肯定是嘟口嘟鼻的啦 但是 现在的威胁呢 就应该不会太大 的 因为林建国加上他其他家族啊 或者其他 不知怎样可以拥有的话呢 是超过五成的 所以呢 就应该动不了他的 只不过呢 在这儿嘰嘰嘰嘰嘰都麻烦啦 好了 另一方面呢 透过这个 这个黎珊国际呢 就 再呢 持有另一间的上市公司 这一间呢 就出名些 叫做黎珊发展 那这间公司的市值呢 都有10.3亿元的 那就好了一点啦 但是你不要小看他啊 虽然他现在每股呢 都是只有七毫一指的而已 其实呢 他的每股资产净值呢 同样地 是超过二十元一股的 所以如果计起上来的话呢 这一间黎珊发展 四百八呢 应该值二百九十八亿的 那你看看 两间公司加起来 如果我们不计它重叠 只计它那两个资产净值 如果可以加起来的话呢 喂 说到四五百亿了 是吧 当然 未完的 因为这个黎珊发展呢 还控制着六成多的 另一间公司 叫做丰德丽 控股公司 那这一间公司呢 这一排惨点了 跌到历史新低 只剩下五点一仙 记住是五点一仙 不是五毫 那他这一间公司呢 整间公司的市值呢 不用一亿 只剩下八千九百五十万而已 但是同样地 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每股呢 是值三毫六指的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 这一间公司 如果以市值来计的 如果以这个资产准值来计的话呢 不是八千多万 整间公司 是整六亿多的 那还有最后一间了 那这一间呢 也都拿着整五十五个百分比 这一间公司呢 就叫做丽丰控股啦 这一间公司市值五点一亿元 那呢 其实呢 他只是个多银钱啊 但是他每股资产准值呢 是高达三十八个多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以这个资产准值来计的话呢 这一间的丽丰控股呢 都值一百二十八亿的 好了 恶笑呢 他手头上拿着的 就是这四间公司了 但是这四间公司呢 为什么说他有麻烦呢 因为我们逐样逐样 数出来给大家知道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 首先我们呢 看回这个丰德丽这一间公司先啦 他的总资产有二十五亿了 他负责呢十九亿了 所以呢 减了之后就有六亿多了 是不是 所以 他现在手头上现金 话说呢 就还有六点六亿 好像很棒啊 但是你要记住 他每年呢 那个利息的支出呢 就是大概四千八百万左右 我可以告诉你 这四间公司呢 由2020年开始到现在呢 四间公司都是蚀到妈妈都不认得的 就是年年亏损的 那都是一个纪录来的 我都不是说笑的 所以这一间公司 第一间就是这个 丰德丽啦 好了 第二间呢 也要看他的资产的情况啦 第二间呢 就是这个 丽丰控股啦 那么 他的总资产有三百零一亿 那负责呢 一百七十六亿 那扣除了之后呢 大概有一百二十八亿 是属于股东的啦 所以就叫做净资产啦 而且呢 他在银行里面呢 他的现金呢 手头上大概有二十五亿元 手头上的现金啦 希望不要萎缩啦 另一方面呢 他最新的一年的贷款 要支出的利息呢 就是高达六点四四亿元 一点也不少的 好了 跟着下去呢 就讲一下这个 勵新发展啦 因为这间公司呢 都是非常大间 也是一个烂投筑 就是专门出去外面呢 是去投资的 那这间公司呢 很厉害啊 整间公司的总资产 七百四十亿元 不是开玩笑的哈 但是总负债呢 惨了 都有三百七十亿元 而且手头上呢 有现金四十九亿元啦 但是如果要还债的话呢 都未必够还的 利息支出呢 才拿名的 一年的利息支出呢 最新的 是十四亿五千七百万 那他赚到钱就自然好了 如果赚不到钱的话呢 而且最近的人说 这些中小企呢 如果在银行call loan的时候 他们要借贵你的话呢 所以这个利息的支出呢 就不止现在这个数的了 所以想起来 是不是觉得很牙烟呢 好了 最后了 就是母公司了 那这间母公司 就是这个 那个利申国际呢 他的资产呢 亦都有七百七十亿元 那么 总负债呢 有三百八十二亿元 手头上的结余呢 就是现金的结余呢 大概呢 有接近五十亿元啦 那么 利息支出呢 就和这个利申发展 差不多 一年呢 那支出呢 接近十五亿元 可能今年呢 分分钟超过十五亿元 那你想想想啦 虽然他有庞大的这个物业组合呢 是拿来收租 但是收得来的话 够不够还这些利息啊 如果不够还的话呢 那其实这一间东西很大 总之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间公司呢 这几年来呢 都是没有运行的 所以呢 我们都可以认定呢 未来的这一年呢 就算他公布业绩 无论上半年也好 下半年也好的 我也不相信他会有好成绩的 但是这一间公司 总之我又不明白啦 总之临时家族呢 那么多钱可以亏的 连连亏的话呢 都不是办法 所以你看到他的股价 就不动了 是不是 或者不断地向下跌 刚才不是说过什么 阿佳老佳 那个基金不是买了的 是不是呢 六个多买的嘛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励新发展只剩七毫多指 是不是输到趴在那里 所以说呢 这些公司呢 看看好了 碰碰也不要碰啦 其实现在香港的状况呢 这么危险呢 可以在这一幅图里面呢 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出来的 那譬如呢 我们香港如果是属于 本土的计时炸弹呢 那么 除了这个励新发展的临时家族之外呢 还有这个远东发展的优士家族 优德根家族呢 那他们现在的债务比率呢 可能都很高的喔 那要看看他们怎么拆啦 今年呢 如果平平安安过得到的 那下年呢 如果没事 那就由自可啦 尤其是那个利息降下来的话 那他们就舒服点啦 但是如果利息 保持在这个高位 或者呢 他借贷方面呢 是要继续给高的利息的话呢 那似乎对他来说呢 就很大压力的 那你看到这一张图里面呢 另一个就是新世界啦 他那个负债比率呢 都非常的高的了 所以 我不是说啦 第一间公司有机会下来 如果新世界倒下的话呢 哇 这件事呢 就真的震撼啦 不过呢 岳少呢 他旗下管理的这四间公司呢 只有两间是出钱给他的 就是这个 没有公司啦 那他呢 那一年的董事 董事酬金呢 大概加加了福利的三千二百多万啦 另一间就是这个 黎新发展啦 也有二千八百多万啦 喂 但是这几间公司全部虚钱啊 你现在一年还拿成 加了成六千万 喂 好像过分了一点啊 是不是应该减下薪金啊 所以呢 他是没有识派的 所以这些公司呢 真的不要买 看看好了 看看这些这样的家族的恩怨情愁呢 但是呢 当是趣味性 去了解一下 那就没问题 如果要投资的话 当然是买点稳阵一点的啦 那希望这一间公司呢 都可以大步纳过啦 因为我们都要看看市场上呢 到底说这个利息的上升 会怎样影响这些地产商 陆陆续续呢 应该有更加多的新闻啊 消息出现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 好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